在民國六十一年 那個腳刀有一天 他的肚子在冬家庭 都洗澡、汗澡也都吃很多 結果沒什麼好 大家肚子都在冬家庭 有一天有聽到人在說 威山游宜宮行天上帝的藥風 這個藥風的藥師 那些藥風的藥風來吃 他就專程來到威山游宜宮 游宜宮來去行天上帝的藥師 結果行天上帝也算是藥師的藥籤 在上帝爺公的庇佑之下 眉山人名 平安然地度過每一段艱苦的日子 上帝爺威靈顯色 幫助先民的故事不深美舉 也是當地信眾津津樂道 傳送至今的傳奇神蹟 每一碗水有10碗水 有10碗水 這就是我們現天上帝的信息 這就發生在我們很早以前 我們大南町有一位生間的生心台中 從那邊這就過了賓 幾年都很辛苦 都受病產生就對了 真的辛苦 就來到我們現天上帝 我們賣開我們這些廟就對了 現在就是石斑嘛 就藥斷就排下去了 教 department,名字12点 拿去厨房南部,攔理缴带,不能蓬 衣服,清烘, descent 大家都很欢喜 一碗往上倒退 当然你妈妈听过 最后可能一碗水放下去 然后有10碗油出来 那个时间拿起到佛館的时值 一个光约 五分、五分、五分 五分一にな 这个很大 到薄烧的时候 大家才说 真的是1碗红烩油 因为那种水落就薄水落 河湯火 包括山藏青蕾 那种沾到烤焦 所以起来时 拿掉天落温底 那个时值 大家才说 就知道一碗只要有十雙 碗上去就是他們 滾下來 所以一碗有十雙 給他們兩分出來 玉虛宮陳董事長連任至今 已經有兩屆 回想當初被董監事會推舉擔任 此重責大任之時 他說一切都有聖地公的安排 董事長 董事長 因為我們的老董事長 他就變成形狀 比較好寫著 說他沒有改選 當初被董事長叫我 要來選董事長這個職務 我以前是說 這位董事長要選董事長這個職務 這個任職黨 我非常驚訝 我經過我六個月 我們在董事長不知道說什麼 你就說 董事長要跟董事長 要表辭出來 對你都不說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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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說 不然這樣 我們來想說頭前 要說要挑一支簽 我叫我們早上來 我做會挑一支簽 這樣 公家就要挑簽 挑第三支簽就挑到了 挑到剛才二十六首 人家說 修廟就說 這支庫義就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說可以不可以 結果第二十六首是庫義 然後說 徵仰仁最多公共 這個市医 我也十獨一55歲 為我們